从来集记第26章 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是 要进入神的施恩宝座前 要先经过什么呢 我们的渴墓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那我们来看在旧约 这个会墓的设计里面呢 是要先经过什么 才能够进入到施恩宝座前呢 在这一章是神指示摩西 要怎么样来建造会墓 这个会墓呢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在旧约敬拜神的所在 也是代表了神的同在 所以有了会墓在以色列人当中 就代表了神就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了 所以在这章里面呢 有很多有关于会墓 建造的一些蓝图 需要很多的耐心 很多的想象力 才能够比较去明白 甚至呢 可能要用Google去看一下 到底会墓它造成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呢 那总而言之呢 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讲到会墓呢 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用十幅曼子来做帐幕 所以帐幕呢 事实上是由十个曼子 完全一样的曼子来去做成的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十个曼子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罩棚 也就是在这个帐幕以上 有一个罩棚 有一个罩棚 这样子呢 就可以来遮盖 这个帐幕 让帐幕不会因为灰尘啦 或者是这个雨水 那就把它给这个沾湿了 或者是弄脏了 所以呢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帐幕以上的罩棚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支撑帐幕的树板 是用造甲木 所做成的这个木板 来支撑这个帐幕 当然还有柱子 来支撑帐幕 所以呢 主要的部分呢 会墓的建造 就是有曼子 有罩棚 以及树板 由这三个部分来造成的 那接下来 我们看起来 比较有兴趣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看到 33节里面讲到说 有一个曼子 把这个圣幕 把会幕呢 分成两个部分 隔开来了 一个部分呢 是圣所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至圣所 你猜猜看 那施恩宝座 是在圣所 还是至圣所呢 当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在至圣所 那施恩宝座呢 就是父神的所在 那要进入到最深层的 至圣所之前呢 要先经过圣所 那圣所里面有什么呢 圣所里面呢 有两个器具 一个呢就是橙色桌 橙色桌 另外一个呢 是金灯台 那橙色桌上面放的是什么 就是橙色饼 那在金灯台里面装的呢 当然就是灯油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 有关于饼的时候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在属灵上面 饼代表着就是 就是粮食就是灵粮 也就是神的话语 然后呢 我们看到金灯台里面的 这个灯油 那它呢代表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代表着是圣灵 所以呢我们如果 要进到施恩宝座前 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 也需要有圣灵恩高的引导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 我们都要来读经 然后还要祷告 那读经的时候呢 就像是橙色饼一样 神的话语带领我们 来到施恩宝座前 但是光光有神的话语 当然还是不够的 是需要圣灵的引导 所以我们每天呢 透过读经祷告 我们就用我们的心灵 就能够与神相遇 进到至圣所 来到施恩宝座前 能够与神来亲近了 所以我们在 会幕的设计上面 事实上也告诉了我们 如何敬拜神 即便是在现在 我们要能够亲近神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仍然是能够从这个图画里面 得到启示 就是要透过神的话语 以及祷告 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能够进入与神的同在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在三千五百年前 你就给了这个 会幕的蓝图 让摩西知道怎么样 来按照你的天上的设计 来反映到天上 敬拜的这样子的光景 主啊 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 这个橙色桌 就预表着 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 来到施恩宝座前 这个金灯台 也代表着 我们要借着祷告 求圣灵来引导我们 来到施恩宝座前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 来亲近你 借着读经祷告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蒙恩会得连续 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也看到在旧约这个会幕 正是你的智慧设计 就是把这个天上的敬拜 能够借着会幕 能够预表在这个地上 让人们先看到一个地上 具象的一个设计 就让我们更能够明白 怎么样来敬拜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都更加的能够常来到你的面前 常活在你的同在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